蛋不是放上肩台就不用管 早餐店老闆要算好半熟或全熟 时间火候不一样 哪价格呢 有网友到早餐店买了一个汉堡蛋 他说蛋要半熟 但结账时却发现汉堡变贵了 怎么会这样 老闆回答说他家的汉堡蛋 蛋半熟要贵五块 因为半熟蛋要雇太麻烦 如果店家单纯觉得麻烦 所以才加收他钱 他应该在事先做之前就先干 万无其掌 现在连熟度都可以加价吗 汉堡因为半熟蛋就贵五块 不只当事人傻眼 多数民众也说不太合理 工作间的时间不是比较久 对啊 不合理 在瓦斯费上面或成本费上面 说不定还比较小一点 还有部分人认为就成本来看 全熟蛋还比较费瓦斯 是不是才应该多收费 三四颗蛋才会有一颗半熟蛋出来 也有可能 其他早餐店老板说 一般不太会因为半熟全熟 去改变价格 就算要加价也会提前告知 才不会搞得不还而散 在留言单警察台中采访报道